服用抗抑郁药物要遵循足量治疗足疗程治疗的原则 服药后经过大约4到6周的治疗 急性抑郁症会获得缓解 同时还需要进一步维持治疗 这是因为抑郁症的伏发率较高 首次抑郁发作缓解的患者约75%有浮发的可能 因此预防浮发是我们治疗抑郁症的一个重要缓解 有效预防浮发的办法是 抑郁症的症状缓解之后继续巩固治疗和维持治疗 中国抑郁障碍防治指南总建议 在首次抑郁发作治疗后应维持治疗至少6个月 在第二次发作痊愈后应维持治疗2到3年 而出现第三次发作时应考虑长期服药 当然在临床实践中 我们要结合病人的年龄 发病次数 病情严重程度 有无家族史 药物不良反应 服药依从性 以及药物是否方便等综合考虑 实践经验告诉我们 抑郁症患者维持治疗时间越久 伏法率越低 均台主持维持疗养 药物不良